所以这叫慈悲 佛菩萨并不希望众生受尽果报 菩萨不会让我们要吃苦头的 菩萨总是想办法把我们救度 总是把我们希望能够改变 让我们不要承受这个果 菩萨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 不把这个果来呢 你们一定很想听嘛 对不对啊 不是菩萨不让你们这个果来 而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错 你要学会忏悔 你才能不让这个果成熟啊 师父今天 透露一个天机给你们听听 为什么有的人 马上就有果报出来 人家说报应马上就到 而有些人 为什么报应就晚来了 这个就是说当你自己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错了 你跪在菩萨面前忏悔了 你这个恶的因缘就慢慢的成熟 不是一下子成熟的 大家听懂了吗 是慢慢成熟 菩萨是用善巧方便 让我们自己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来忏悔自己的恶行 恶念 用方便善巧的方法 让众生不要犯恶 不要损坏他人 万一你损坏他人 要马上忏悔 让这个恶果不要成熟 你永远不再做这件恶事了 这个恶果虽然还在 但是他只要不成熟 他就不会报 大家听懂了吗 如果你今天这个恶不去忏悔 而且继续去做这个恶 你很快的就恶有恶报 恶行很快就会成熟受报 所以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 你看菩萨做任何一件事情 总是考虑到后果 哎呦这件事情不能做 做了之后会不会有果啊 菩萨是为因的 众生呢 哎呀有利益了 这件事情赶快做 先去做吧 做了之后果来了 哎呦怎么办啊 哎呀 所以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呀 所以众生就是没有 智慧啊 没有智慧 能够干吗 谢谢您们 感谢观看